在電影中我飾演的角色名叫雲柳芳 就是一隻鬼 說我是一個九十年代的粵劇花彈 很喜愛粵劇 而且本身比較活潑 我想是做責任的一隻 所以我飄棄了 我不是問你為何飄棄了 我問你是誰 勇哥,你不是說甚麼 我是說甚麼 你不用怕的 我叫丁一俊 我在劇中是一個音樂家 最主要是彈鋼琴 其實他一開始偏小憂鬱型 當遇到阿芳這隻比較活潑的女貴之後 就開始打通了她的人生 就會開始看到一些色彩 你也喜歡大戲嗎? 我作曲的 她所有的音樂都很有興趣 尤其是鳳谷恩壽味料情這個經典 細節別你的 姐姐我跟我們拍照 我樣拍照 你自己有興趣 你自己有興趣 你會呢 我愛體 BILL 要南非, 要南返 老實說, 我們不是專業的演藥劇 或者專業的鋼琴師 例如拍這個角色之前 會去看很多關於彈鋼琴的東西 或者儘量嘗試練一首歌 在劇中最重要是得到那個感覺 令觀眾覺得很像 我覺得是因為 它最主要是想說有一種中西合璧 所以將背景設定為一個作曲家 和一個粵劇的花旦 我們也有請教芯姐 另外我們拍的時候 也有指導老師在旁邊幫幫我們 我們唱功要回到上校 我們搭台版的全部都有實力 我自己覺得自己挺煩的 因為不停都是去捏著陣浪 很想他幫我去找一個人 曲幸運吧 那些資料去到93年之後就沒有了 發生什麼事? 魂哥為何會沒有新作品 好像消失了一樣? 和陣浪在戲裡面的感情 大家是慢慢很淡很淡的 然後他成為了一份感情 或者簡單來說 我覺得這份情 可以用一句話來用的就是 看得到,但摸不到 對 因為他就算如何再去挽留一件事 或者在捉著 始終人和鬼是不能夠去接觸的 所以很淒美 這次我這個戲裡面 其實他也不是說 很把我強調是鬼 真的很人化,很淡淡的感情 還有很開心 所以我覺得大家都會喜歡 你看吧,除了人鬼之外 還有少許東西在這裡 買一個關子吧 好像有點東西一樣